酉酸湯在中文 redo 浴风 好,那我们今天呢 翻译的课程呢 就暂时先上到这边哦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看 我们课文里头 要学到的两个动词 那之前的上课当中 我们已经教过了 打招呼,我们要讲 Bonjour, Bonsoir 那要到再见的时候 我们要讲什么 当然朋友之间可以讲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学学自我介绍 可是在学自我介绍之前呢 我们要先学两个动词 那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听我们的录音带 那法文里头的动词呢 基本上是把它分成三类 也就是有所谓的第一组动词 那它是属于规则变化的 通常呢 只要是ER结尾的动词呢 我们都把它归到第一组动词 除了另外一个字 ali之外 那这个呢 我们之后会在节目中呢 继续跟同学们谈到 那第二组动词呢 只有两个字 finir跟gonette 我们比较常用得到 那第三组动词呢 是不规则的动词变化 那这些呢 我们慢慢在节目中呢 我们看到的时候呢 会跟同学们提醒 那今天呢 我们要学的两个动词呢 第一个是sable 请翻开 baje dix 第十页 baje dix 第十页 我们来看看 第十页的下方 诶 有两个小朋友 互指着对方讲 je m'appelle Pauline je m'appelle Paulin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片头的时候 可能同学们已经听到了 je m'appelle danielle 我叫danielle 对了 danielle就是我的法文名字 那je m'appelle 也就是我叫什么名字的意思啊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学到je m'appelle 自我介绍 我叫我叫某某某 那我们来看看 它的动词变化呢 请看到baje dix 十页的右下方 我们有一块小小的黑板 上面写着 sable s' apostrophe a b b e l e r 我们来看到这个字呢 是所谓的圆形动词 也就是这个字呢 在还没有变化之前 它的原来的样子 那中文里头的动词啊 基本上是没变过 那我们呢 我吃 你吃 他吃 这样的都是一个模 一个样 但是在法文里头呢 那可就不一样了 法文里面的人称主词呢 总共有六个 也就是我 re 句 你 il 他 阳性的 男生的他 l 他 女生的他 阴性的 那复数的形态里面有 nou 我们 v 你们 il 加s 这是 复数的男生的他们 l 加上一个s 是女生的他们 那当然在 第二人称复数的那个v呢 这个字呢 我们基本上 把它当尊称语的时候 称呼您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会用v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同学要稍微记住一下 v就不一定是复数形态 那因为他们的六个人称主词呢 他们后面接的动词呢 都必须要变化过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sabler是圆形 那也就是圆形我们还要把它做一些更改 才能拿到第一个主词呢 配用第一个动词 那我的动词呢 就跟你的动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法文的文法结构比较紧密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来的 因为你不可能用v的主词 而用no的动词 那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学 re du il 跟l 这三个人称主词的sabler的用法 我们来看看 请看到第十页下面的框框里面 re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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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